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,日本女星山田忧与男神小丽荀结婚6年,她时常在社群网站分享生活,但无脑发言不时引起争议。 近日豪雨轰炸日本西部,造成严重伤亡,山田忧却在IG宣传防晒产品,遭到网友炮轰,西日本的破纪录豪雨造成上百人死亡, 惨重灾情引起国际注意,公众人物也纷纷为日本祈福,但山田忧却发文表示雨季差不多结束了吧。 夏天的必需品,秀出与防晒用品的自拍,完全无视雨季带来的灾害,遭到网友踏伐。 随后山田忧PO出大雨警报,叮咛大家注意安全,但网友们并不领情, 之后他发文回击这里的文章是给支持我的人看的,如果不喜欢请你不要看,再度引起反感。 山田忧 翻射自山田忧IG,山田忧提到雨季却只顾宣传。 翻射自山田忧IG,山田忧被哄后才发文祈求平安。 翻射自山田忧IG,山田忧反击网友。 翻射自山田忧IG。